13岁亲眼目睹母亲被活活打死 而凶手却升官发财逍遥法外 22年后除夕夜 她亲手同死仇人为母报仇 这便是轰动全国的张扣扣案 事情要从1995年说起 陕西汉中王平香 村里有了一个好项目 加工厂承包 那时候在农村靠种地 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做生意才是生财之道 张家和王家同时看中了这个加工厂 背后可能带来的利润 所以在村里刚刚张贴出 加工厂承包的告示时 张家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村委会 说自己要承包加工厂 村长听后并没有直接做决定 因为同时递来申请的还有王家 而张家和王家又互为邻居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村长并不好自己决定这件事 于是就让两家自己商量一下 看要怎么决定 张家觉得都是一个村的 要致富大家就一起致富 所以提出可以两人轮流来承包 一人承包一年 王家对于这个提议也是满口答应 不过谁先谁后又成了新的问题 王家眼珠子一转开口道 自家有好几个娃要吃饭更需要钱 所以希望自己家能先承包 一年到期之后再由张家接手 张家也同意了 原本这个事皆大欢喜 但是坏就坏在王家背信弃义 王家这一年靠着这家工厂飞黄腾达 开上了小汽车 翻修了老房子 张家看得也眼馋得不行 王家的承包期一到 张家就立马拿着申请书找到了村里 可村长却神色怪异 因为王家早就已经续签了成租合同 甚至成租金已经交了 张家得知此事后便找到王家理论 但是王家却压根不露面 张家找了他们好几次可并没有什么用 无奈张家再次去找村里 可两家之间一枚字聚二枚合同 只是口头商议 别说村里并不想多事去管 就是想管也没有证据去管 于是张家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而王家见张家无可奈何 就愈发嚣张 整日见到张家的人就冷嘲热讽 而张寇寇的母亲汪秀平是个脾气火爆的主 他忍受不了王家的冷嘲热讽 经常会与王家对骂 后来张福如就劝妻子别理这些人 后来汪秀平就也不再理会王家的侮辱 还特意错开与王家的碰面 只是8月27日这天 汪秀平带着女儿从地里干完活回家 到了门口之后发现 王家二儿子王富军和三儿子王正军 正站在门口和人聊天 见到汪秀平母女俩 两人又开始嘴见口嗨 汪秀平本来都想直接进门不理了 可这两人却开始嘲笑张家都是孬肿 汪秀平再也忍不了了 转身开始与两人对骂 说着说着忍不住朝王富军呸了一口 这下让王富军傻眼了也气急了 他抓着汪秀平的头发 就朝汪秀平脸上打去 汪秀平也开始伸手抓闹王富军 一见哥哥被打了 王正军也立刻加入进来 两个男人开始对汪秀平拳打脚踢 村里人站在一边嘴里不停地劝着别打了 可没人敢上前拉架 王家的作风村里人多少都有点了解 况且王家还有个在镇上当官的大儿子 眼看母亲被人欺负 张寇寇的姐姐想冲进去帮母亲 可他还小 根本就不是这两个彪形大汉的对手 而张寇寇正好在这时候放学回来 上苏人张寇寇 到 秦前师傅已经合递了你的身份 给你判处什么刑罚 判处死刑 你是否在法定期限里起处上诉 最后要检查机关就拿这个来起诉我 说我给我妈抱头是幌子 我是对这个社会不满 对生活不满我把人家杀了 对这个社会对生活不满的人多了 那每个人都去把人家杀了吗 每个人杀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我也不是个神经病 他13岁亲眼目睹母亲被围殴致死 可凶手却升官发财逍遥法外 22年后 除夕夜 他亲手同死仇人为母报仇 他就是张寇寇 那天张寇寇高高兴兴放学回家 准备和母亲报告自己考了好成绩 却在走到自家路口时 听到了一阵嘈杂声 他加快脚步往家走去 还没进门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母亲 被王家的老二老三揪着头发打 看到这一幕的张寇寇脑子嗡的一下 想也没想直接就冲过去 拨开人群往里挤 他挤到母亲身边 一手扒着王家老二 一手想要护着母亲 可张寇寇到底是个13岁的孩子 王家老二已经是个身强力壮的成年男性了 他随手一推一甩 就把张寇寇推倒了 他爬起来还想要继续冲上去 这时王家王自心听到动静也冲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过来拦住了张寇寇 而王家老三王正军冲回自家院里 拿出一根棍子就朝母亲汪秀平砸了过去 汪秀平被打得当场就摇摇晃晃站不住 张寇寇连忙冲过去扶住母亲 可汪秀平此时已经开始昏迷了 而张寇寇的姐姐 在意识到母亲情况不对的时候 就赶紧跑去找父亲 王家的人听到外面吵闹也出来查看情况 张寇寇的父亲张福如 听说自己老婆被王家人围殴了 立刻找到村长一起过来阻止 等他赶到现场时 就看到自己的妻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张寇寇就守在母亲身边 而王家两个儿子还在一边骂骂咧咧 张福如要求王家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 开始王家还不情愿 后来还是村长发话 让他赶紧叫救护车别弄出人命 王家这才不情不愿地叫来了救护车 可这时候的汪秀平已经没有了呼吸 警察赶来之后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可王家几人被带去警局之后 只带了几小时就出来了 只有王正军作为杀害汪秀平的凶手 留在了警局最后这起案子只有王正军被判了七年 判决的赔偿9639元 拿到手的也只有1500元 可张寇寇的姐姐却表示 他清楚地看到母亲是被王家的老二 王富军打死的 王正军是被推出去顶罪的 因为那时候王正军还是未成年 被抓也不会中判 而自从母亲去世后 张寇寇整个人就变得欲寡欢 他不再爱说话 父亲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他将所有的仇恨深埋心理 他要想找一个机会亲手为母亲报仇 2001年张寇寇选择参军 他想通过参军来锻炼自己的身手 对战友也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 只说参军就是为了给母亲报仇 在部队这几年 领导也比较关心他的心理 多次对他进行开导 或许有了更强的责任感 他退伍之后并没有立刻对王家展开抱负 而是选择外出就业 可因为学历不够又没什么技术 他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可王家却蒸蒸日上 就连做了七年劳出来的王正军 都因为大哥的关系 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这让张寇寇深埋心理的仇恨再次爆发 如果不是王家 他们一家人也是和和美美的 所以他在2017年年底回到了家乡 并决定亲手为母亲报仇 13岁亲眼目睹母亲被活活打死 而凶手却升官发财 逍遥法外 22年后 除夕夜 他亲手同死仇人为母报仇 为了给母亲报仇 张寇寇在家整日观察王家的动向 发现王家的几个儿子总是聚不到一起 所以他决定在除夕夜动手 因为王家几个儿子都要回来祭祖 他耐心地等着 终于到了除夕夜晚上 他看到王家老大和老三都朝后山走去 他也迅速换了一身衣服戴上的鸭舌帽 手里紧紧握着一把水果刀 悄悄跟在后面上了上 他躲在一块大石头之后 看着王家老大和老三寄完祖回来 下山时他猛地扑了上去 将王家老三一把扑倒 手里的刀顺势也插进了他的身体 王家老大顿时被吓坏了 他连滚带爬想要逃走 却没想到 张寇寇看到之后一个飞坡 顺手划了一刀 直接将王家老大给扑倒 身上也被划伤 根本就跑不动 他又转身看着王家老三 猛地捅了他好几刀 直到他没了气息 王家老大已经被吓坏了连连求饶 但张寇寇并没有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 也将他结果了性命 做完这些他带着刀回去了王家 此时的王家就只有王自欣一人在屋里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上去就是一道 王自欣直接领了盒饭 只可惜当晚王家老二因为在岳父家 而逃过了一劫 大仇得报之后 张寇寇选择了自首 2019年1月8日 张寇寇被判处死刑 7月17日被执行死刑 临行前张寇寇看着父亲苍老的身影 只说了五个字 爸爸 没事的 而张寇寇的案件曝光后 广大网友也讨论的异常激烈 有人认为他是真英雄 也有人为他惋惜 对此您怎么看